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天侠 天侠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最近在加州房地产方面的一个新的法案就是叫做SB9 SB9法案实际上在加州是有241个城市反对的 但尽管是这样 纽森还是签了字 那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要求城市批准在之前单户独立屋的土地上一分为二 每个小块的这种地上可以建两个单元建筑 就是允许在原来仅能建单户住宅的房产上盖两个副式的住宅 也就是建造多达四个住房单元 必须批准拆分单户住宅地块以便单独出售 想分割地块的业主必须宣示计划 将其中一个住房单元作为主要的住所至少三年 田霞对于这样的法案你怎么看 其实这条法案它真的是一个双刃剑 它是有两面效果的 那当然你站在什么地方站在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位置的观点 那我这两边的观点我都来说一下 比如说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房的业主 如果它允许你拆分 那它会增加这个房产它的价值 假如我准备拆分的话 那我会很开心 我准备把这个房子拆分成两个 然后就将来可以建成两个房屋 那我卖的时候这个土地更值钱了 但是作为你的邻居来说 假如说或者说作为你不想拆分的人 但是你的邻居开始拆分了 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是你的社区将国将不国 这么说吗 就是原来特别安静的 在一块大的土地上的一户住宅 或者比较安静的一个小区 现在人会变得特别多了 而且它这个明确说明 就是在原来的一块土地上面 除了一个主要住宅之外 是户主之外 其他可以增加到总共是四户 也就是多增加三户 这三户可能都是租户 租户其实呢 它的问题就是因为 它就不是它自己的房间 它就会没有多少责任感 它会让社区的环境更加不稳定 更加不安全 更加不整洁 就是因为它的责任感比较弱 它不会以此为 就是特别有荣耀的感觉 就不会把自己家弄得特别好 那这里面肯定会出现有这样的状况 因此那整个小区的面貌 和它的整个居住环境的质量会下降 那像这样的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法案整个说起来 在房地产业来说起来 就是一个re-zoning 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于一个一块地区 它划分它这个 要可以建什么样的房屋的 这个限制条款变了 re-zoning在美国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一个小城市 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本土 就是local来说 就是本土一个小城市来说 它除了大家知道的 什么市长市议员 下面有一个最大的委员会 就叫做计划委员会 它主要做的就是 关于土地的这个规划 土地规划委员会 可以这么说中文翻译 那这个规划实际上最终讨论的 就是这个区域规划 也就叫做zoning zong是区域的意思 那对于一个区域 它应该用于单户住宅 还是多户住宅 两到四户的住宅 或者是说轻的工业住宅 或者是商业住宅 或者是重工业住宅 或者是那种高的写字楼宇 这都是有非常非常 怎么说呢 利益牵扯在后面也好 或者是说大家的这个 是非常大的责任的 就是说对于一个城市的 土地规划委员会 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纽森签了 就是纽森已经签了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带来的这个影响力 也就是说把这些委员会的 这个权力就给收走了 也就是让这个区域规划变得 就是自由度更大了 然后呢 这是从这个拥有土地 或者是原来习惯于这种比较低密度住宅的 这种比较舒服的美国乡村式的这种风格的人来说 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情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但是从这个管理者的角度 我们来谈加州现在确实人口越来越多 尤其是比如说在湾区 我们可以看到在湾区尤其是硅谷地区 你知道吗 现在一个叫做什么 独栋别墅 就是连排别墅 不叫独栋 叫连排别墅 就是放在一起 原来我们觉得就是像一个连排 就大家都分一 就至少有一堵墙是一块分享的 就这样的 有点类似于apartment 对apartment就更密度 因为它可以是一层里 就像压缩饼干一样 可以压七层八层十层这样子 那那个比它舒服一点的 就叫做这个连排别墅 也就是说从上到下都是一户 但是我跟旁边这两户 我都是挨着的 这个墙是分享的 就是同一堵墙 这种房子在南湾 现在可以卖到150万 180万美元一栋 150到180 就是一个新建好的这样的独栋 连排 还不是这个独栋别墅 连排别墅 再correct一下 就是一个连排别墅在南湾 也就是说在硅谷核心区 可以卖到150万到180万美元 甚至可以超过200万美元 如果稍微装修好一点的话 比如说在那个硅谷 就是在Google 在谷歌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办公室 办公区附近 叫山景城的地区 这样的房子比比皆是 而且卖得非常好非常快 这就是说在加州有些地区 确实是人口密度增加了 而且需要房屋的这个需求 就供求关系不太平衡了 非常不平衡 也就是说一个小的房子都可以值很多钱 而且确实是 有的人就说像这样的状况下 那我一个收入比较一般的人 我如何能在这个地方生存呢 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圣母或者白莲花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城市里面 它房价高了之后 那你自然不能说是所有人都能居住在这种昂贵的地区 那一定是往外要溢出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形成了这个社会的自然规律 就是说就是比较贫穷的人口 他可能住得离他工作的地方稍微远一些 那他花时间 就是上下班交通的时间就会多一些 那他才能找到比较适合他居住的地方 那这些人的生活本身确实就更辛苦一些 就是他拿八小时工作 他挣的钱可能并不多 同时他还要拿出另外两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来上下班做交通 也就是一天可能要花在 这个为了获得这个收入上面 要花至少比如十到十二个小时 那这就是确实就是会把社会分层 从时间的运用上的社会分层 就弄得更明显了 所以呢 这就是现在加州面临的情况 那纽森实际上他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 就把这个地块划分的更容易一点 你们随便就是在原来的那个老的房屋上面 我可以多建 建成两个或者四户 因为在加州的法律 尤其是房地产法律上面 就是说一户住宅 在一块土地上建一户住宅 或者是建两户 他是两户同时分享这块土地 或者是建四户 其实这都算是正常的一个居住状况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分类 那就是算是比较什么呢 比较低密度的一个正常的分类 所以纽森这一步还不算太差 他至少没说 你可以建一个十层二十层的高楼大厦 把所有人全都叠起来放起来 比如像咱们在中国那种塔楼或者板楼 他至少还没有说大家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OK了 应该接受 如果说这块地足够大的话 真的是可以建一个高层建筑的话 那实际上在这个房价的问题 就可以迎刃而解 楼建的高了的时候 他这个住宅的密度就变得很大了 那住宅的密度变大的之后 就算房价降下来 他还是有利润可拿的 哪怕给土地的提供者赔偿一笔比较高额的赔偿金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 你看解决了住房问题 然后虽然占用了你的地 给了你很大的一笔补偿 没错 其实这些案例世界上比比皆是 就是美国人太自傲自大了 这种事情在日本比比皆是 日本那个小楼你知道秀气成什么样子吗 就是它的 就是你可以看出这个土地拥有者 它只有这么一小块地 然后它就建的特别高 至少是多少十层楼那么以上 结果它因为它地的土地面积特别小 所以就瘦瘦的在那戳着 就觉得特别小的 那么一个古怪的建筑 觉得不稳定 那它周围的房子也是这样的 纽森的这个方案呢 它并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建 它只是说我们法律上放宽了 就是你可以这样建了 实际有很多房主 他是想这样做 但是法律条文规定 你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那当你放宽了之后呢 又不代表说人人都会做 它还是有人会做 有人不会做 做的这些地方呢 它可能人口的密度变密了 但是它不做的还是大多数嘛 对 没错 也就是说它会适应社会的需求 如果这个社会本来已经有需求了 人们已经开始做 在后院做违章建筑了 因为好多人 比如说在这个东湾 这个Fremont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 我知道的 Case 有很多人那个院子挺大的 他就在后面加建一个呀 或者是把车库 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那在法律上来说 这就是违法的 那但是他现在已经实际这么操作了 只不过是那个民不举官不纠 目前是这种状况 那一旦说政府想说我要收紧的话 那就直接就就就就就抄家伙 就可以把这个这个户主就法办了 那现在如果纽森这条法律出来之后 这就明正言顺了 就是说它顺应一些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区 改善它的居住环境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 我觉得OK的 乔文规定说 如果在后面分开两栋建的话 而且法律上还允许你 你把这一栋房子分开出售 把它建起来之后 我卖掉一半 我自己还留一半 或者是说我把这一栋房子拆成两栋卖 那以现在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 如果说你一栋房子拆成两栋卖 虽然面积被分了一半 但是建筑变成了两栋的话 那实际上对于房主来说 它的房子是在升值的 绝对升值啊 这么说吧 现在的新房在湾区 就是在硅谷地区 基本上就算是东湾 就甚至是那个Sanwalking这个地区 就是农业区 现在的新房都有到面积 土地面积只有3500尺左右 那你知道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加州地区 它的一个毒洞 它的面积就是土地面积 差不多在7700尺 8000尺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毒洞 你完全可以给它一分为二 变成两块地 变成两个独立房 而且把原来的老房子推掉之后 建成两个新兴的房子 比如说是三层楼高 其实这个社区会很漂亮的 只要你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社区土地规划委员会 它对于外贸 房屋的新建房屋的外贸和颜色 就是高矮 都有一个限制的话 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指导规范的话 其实这个小区会不难看的 会挺好看的 而且解决人们的这个居住的需求 同时土地升值 而且这个曾经拥有土地的人 那当然了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增值空间 所以其实我认识很多 就是比如说在东湾 那个比较老的城市里面 他们的老房子 比如说像丹维尔这样一个城市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尚社区的这么一个城市 它的房子以前的这个一户地 差不多可以到一万尺 这一万尺你想想 按现在的新房子的这个状态 你可以分成三户 三户还是独栋 那如果按照纽森这条法律的话 它甚至可以建成六户 对吧 所以如果是这个房屋 重新设计重新改造之后 这个又可以变成特别简洁的 六户的这么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大家可以住得很好 同时呢 你不用想嘛 你不用说你非得在后院玩 你可以去公园玩嘛 对吧 它并没有逼着你说你必须改 如果你不想改 你想要后院 你可以留下来嘛 我只是给改的这些人 留了一个尺度嘛 就是说你想改的话 我从法律上来说是允许你的 而且的话 在这个改建的房屋当中呢 实际上我首先想到的 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呢 有很多可以改建的房子呢 往往是老式的房子 因为新盖的房子 院子已经很小了 那往往是这种比较旧的 比较老的这种房子 它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 那这样的房子呢 往往又有一个问题 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那这种房子 你怎么改是最漂亮的 你肯定是左边一户 右边一户 自己有自己的门嘛 那这样是最方便的 那现在往往呢 是前面是你自己的 这种房子的这个正门 然后的话呢 你从侧面进去之后呢 后面有个很大的院子 但是往往自己家的后院呢 跟邻居家的后院呢 是对着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如果在院子里面 真的像纽森的法律规定的这样 说我在这一块地上 我建两栋 就是我前面一栋 后面我再起一栋 然后我分开卖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买你后面这栋房子的这个人 他要经过你的潜艇 才能回到他自个的家 实际上这个变异程度 还是不是那么高的 除非说你把前面的 你说对了 对对对 除非说你把前面的房子 我推倒重建 我左面一个右面一个 咱们各走各的 但这种的话成本又变高了 其实如果是建在后面 会出现很大一个问题 叫Eastment Eastment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共用的空间 同时这个空间是属于前房主的 前面这个房屋的房主的 但是后面那个人 他一直在穿越你的这个领地 对 本来这是你的土地 而且如果Eastment产生的话 就是说他一直会有权利 穿越你的这个领地 那以后的法律纠纷就不断 就这种事情实际上是非常不舒服的 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还不如像现在的新法 如果真是出现了 你直接 因为它有利可图 咱们说如果一个一片土地上 可以变成两栋或者四栋房屋的话 对于这个土地的所有者来说 它有利可图 对吧 那它就可以干干脆脆的 把这个土地划分为两半 然后重新推倒了 完全重建 这样的话 它就是有资金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这个房屋也不至于这么扭曲 会又有这种Eastment 又有这种 就是怎么说老大难问题 一直遗留的历史问题 就是将来还要面对 所以其实这个法律 说起来 越说就觉得是越可行 但是毫无疑问 那社区就是变成人会更多 它肯定的 因为你后面很多人 就不考虑到卖的人因素吧 我既然我可以建 我建起来之后 我把它出租出去 因为你知道 现在湾区不单单是房价高 租金也是很贵的 租金的话 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那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这样做 但是当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社区住的人变得更多了 然后就会变得 交通变得更拥堵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了 实际上你往开的想的话 当你这个地方 人变得更密集了之后 你有可能带动周边的商业 也是更繁华了 因为小商业主在你旁边开店 人流变大了 他也可以赚到钱了 他越繁华了 也说明你这个地方 配套设施变得更好了 没准地价又变得更高了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你说对了 我是完全同意的 就是说不要老义 什么这个交通变坏了 污染变多了 这个老理由 来限制城市的发展 现在有一些老一点的社区 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社区 比如说有一个城市 叫做普莱森顿 在这里准备建一个Costco 那你知道这个环境报告 花了多少年吗 到现在为止是五年六年 环境报告到现在为止都六年了 还没披下来 这个Costco在六年前 就准备开始建了 申请开始建 然后16年已经大家公投通过了 到现在还没破土动工呢 你就知道 其中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有些人说 哎呀不要建 它会带来很多的车流 人流污染 其实这个就是老生常谈 就是你阻挠一个城市 它的发展 那包括这个居住区也一样 那个是商业 那这个居住区 人多才人期望 人期望才有更多的需求 有需求才会带动经济 才会变得更加热闹 对吧 这个所有的一切 就是销售税也会增加 政府的资金也会增加 于是才会有更多的服务 是整个的这个是一个正循环 所以我是觉得呢 如果一个城市就是对于未来的发展 还有一定的观望 持一定的观望态度的话 在你发展的过程中 你就是稍微控制一下 它的速度就好了 比较担心的是 人多了的话 那周围的配套设施 比如说你的学校是比较够了 因为人多了一定是学校会比较拥堵 那现在比如我们东湾的一个城市 叫Dublin Dublin它就是 它的那个城市 原来的城市市长 就是一个非常年轻 非常有活力的市长 所以它就是比较支持 这个开发商开发Dublin 一是Dublin的东区 都柏林东区 全都是新建筑宅 现在看起来 这是多少年前 它就是一直在建新房 那现在看起来 它那些新房变得郁郁葱葱 非常之美丽 而它的西区 就是一堆老房子 那老房子已经都开始破败了 而有的房子破败的 简直是丑陋不堪 就是I saw 也就是说看起来 就会觉得很讨厌的 那个建筑 当然你是一大块地 放了一个老房子破房子 那东区是确实很挤 大家就是小块地 然后放着一个 比较新的高层建筑 比如三层的这个房子什么的 然后呢 但都柏林县 当时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很大的问题 它缺少一个高中 就是学校不够 好多人必须得从新区开车到西区去上学去 然后因此而引起的什么抗议示威游行 选举之类之类的 就很多事情 也就是说当人口增加的时候 你欢迎他家进入的时候 你要做好的一件事 就是服务配套设施 谁来出这笔钱 开发商来出吗 那新建房屋的房主应该出一部分吗 那地税应该怎么分配 就是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要在一个城市的考量范围之内 才能让这个城市发展比较均衡 不引起这个问题 好像是大家都喜欢有空间感 比如说在山上的房子 或者半山的房子 这种邻居跟邻居之间隔得比较远的这种房子 往往都是房价比较高的房子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说 自己的房子的周边的邻居 然后这样不断的加盖 然后不断的出租 那这样的话会导致 好像自己的房子就夹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环境当中 他可能想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那我的房子可能也是一个隐蔽性很好 比较有空间的这种房子 但是如果这个法案大家都这么做了的话 那自己的房子就可能会处在一个人员比较相对 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可能就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反对的理由 没错 这绝对的 这就是改变的痛苦 成长的烦恼 这个其实这是大势所区 加州人就是多了 然后尤其是这种核心区 但实际上你要真正一个人 如果你真正想离群所居 加州地太大了 加州有别的其他的城市 可以让你居住在山林里 你都不和人接触 那个完全可以做到那个隐世 又有这种空间感 然后又不要离城市太远 而且你知道买房了之后 很多人买一栋房子不可能说住两年就卖掉 他打算是常住的 他可能选这个房的时候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一点 但是回过头来周边的环境变了 那就变成他不想要的了 我觉得大家对于公平的来说 客观来说 大家应该用这个开放的心态迎接所有的改变 社会的改变 就是一切的改变 如果是谈到其他的方面 就是说一个法律的 像纽森这种直接签署法案 然后其实我相信他的讨论的过程并不长 你看240多个城市都直接反对 就是其实大家对于接受和如何进行是有很多的疑虑的 那他就这么执行了 这个就是说大政府的制度下 一条法案的产生与通过 他就是这样子 那有的那个比较希望小政府的 像这样的法案就会出来比较少 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 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政治体制这个层面来谈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这个影响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法律他就这么快的通过 其实就是大政府这个政府结构造成的 大家其实也可以知道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但是总的来说吧 通过民生那这个房屋价值会提高 那个政府会收到更多的房产税 那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会更加风盈 那然后他就可以用更多的税收去做他更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的层面看的不同的话 那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而且这个法案未来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看看才说 因为现在刚刚开始 实际上很多问题没有体现出来 然后很多好处也没有显现出来 我是觉得也不见得全是坏事 但估计有很多磕磕碰碰在里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谢谢田霞 那么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见了维生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持人再会 听众朋友们再会